准备带头盔就走 结果那个警察把我摁住了 在国外旅行被当地的警察当成间谍抓起来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好,我是小熊 很多网友都知道啊 年前我跟妹妹两个人两排车去那趟老窝 其实当时进入老窝的时候 我们内心非常的忐忑 如果说遇到嘎腰子怎么办 如果说遇到抢劫的怎么办 再加上国外语言不通 我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住 兑换钱币,然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去处理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很忐忑啊 结果后来真正的进入老窝监队之后发现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啊 有很多中国人在老窝做生意 而且他们当地做生意的小商小贩 也会懂一点点就是汉语啊 他们会说哎,多少钱 为期15天的老窝之行呢 我们即将结束之前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老窝的万象啊 万象的凯旋门是所有人去旅游必打卡的一个景点啊 那当然我们也去到那个地方 呃,在万象门的广场 把车停在那里各种拍照各种拍视频 拍完之后呢就想着哎,那个门这么高 我就很好奇那个顶上到底是一个什么建筑物 雕刻是什么人物啊 然后我就把无人机给咔飞上去了 当然我飞无人机之前也特意的看了一下周边啊 并没有说明确规定哎,此地方不允许飞无人机 或者是禁飞无人机这些字样啊 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才放心的把无人机飞到上面去 当然了,无人机已经飞到天上了 肯定不单单只是拍万象门四边对不对 那周边的街道啊,风景啊,等等都要拍 但是老挝呢,相对于咱们中国而言呢 落后了很多 呃,周边的城市虽然说是首都比较发达 但是目前啊,不像我们中国这么多高楼大厦啊 就随便飞了一下,就把飞机降了下来 结果,我刚把飞机落下来 还没挨到地面 算,四面八方,出来三十个警察 当时我都蒙了,想着警察应该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就把飞机刷刷收起来 放在箱子里面 准备带头盔就走 结果那个警察,咔,把我摁住了 问题是语言不通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老挝的话 我都摇摇头不懂 然后就继续该干我的事情 该干就干啊 他就直接就说 呃,no,no 就在这里 stop,stop,这样子 然后我就用翻译软件问他是不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直直我的 呃,后尾箱 直后尾箱 然后让我打开啊 然后我就打开 就直直我的无人机 那我明白了 可能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飞无人机了 然后呢,我就用翻译软件告诉他们 这个地方没有说不能使用无人机 但是他就摇摇头不说话 三个警察 一个警察 一个警察都不说话 那我怎么办 然后我就赶紧给家庭打电话 结果警察不愿意跟就是私人的翻译去沟通 就直接把我电话给挂了 然后我就想天哪,完了怎么办 然后我家庭就立刻给我发消息说 赶紧把你的钱藏起来 因为在这之前那一天 呃,家庭帮我兑换了那个大概三百万老挝币嘛 然后他当时知道我手里都带这些钱 他说你赶紧把钱藏起来 就说万一到时把你看到你的钱 这些钱你将全部都没有 然后我就趁着整理东西的功夫 然后把这个钱给藏到那个心理箱的最里面去了 呃,后来呢就等啊等啊等 差不多等了有二十来分钟 二十来分钟之后来了一个警察 呃,告诉我说他会汉语 会说中国话 呃,虽然说说的不是很流利 不是很准嘛 但是也能沟通 意思就是让我跟着他们走 然后我就跟妹妹两个人 一个人骑电门车 一个人骑摩托车 然后去到他们所在的一个 一个小屋子里面 小黑屋里面 就说,哎,你不要紧张 我们就是例行检查 怎么怎么样 刚开始还是很客气的 然后后来说着说着 就是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护照拿到手里面以后 就开始说 你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飞无人机的 然后你这个属于间谍行为 我当时我就懵了 天哪,间谍行为 我说你这个地方 也没有明确的 就是说,哎,无人机不龙飞 或者什么样 是不是 没有任何标志 再说了 我说我也不懂啊 我说我是来旅游的 他说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房子 是我们的总理府 当时我就懵了 哪有很大的房子 后来才反应过来 我跟妹妹两个正在说 我说这个房子怎么 房子挺多的 院子挺宽敞的 就相当于跟我们中国的一个 稍微大远的四合院一样 搞了半天,那是个总理府 他说涉及到机密 怎么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 你触犯了他们的法律 这个该要去对你 进行一个处罚 去处理 然后你这个无人机要没收 我说这个无人机能不能不要没收 因为我在出中国海关的时候 海关那边公众员告诉我 无人机是怎么带出去的 必须要怎么带回中国 我说我要给我们海关那边的公众员一个交代 这个无人机是不能不没收 是不是能不能处罚点别的 然后他就表现出特别围栏 然后请教上司 要罚款 怎么怎么样 哦天哪 当他说到要罚款的时候 我就其实说实话 我的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如果说他一直认定我为间谍 那么这个罪折就大了 你肯定要去去他们那监狱里面 吃免费的糯米饭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他一旦涉及到说 哎 我要罚款对你进行处罚 那么就说明这个事情可以用钱来解决 那当然的 钱能解决的事情 那就压根不叫事情 所以我当时他说罚款的时候 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啊 他当时没跟我说老国币 也没有说人民币啊 他也跟我说罚美金 罚300美金 我当时想了一下300美金 300美金差不多 1800将近2000人民币 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没有美金 我只有人民币和昨天花完剩下的老国币 他说你有多少老国币 我就大概给我妹妹两个人把说的零钱 全部换出来 整天我现在藏钱了嘛 然后全部找出来了 总共是找出来大概十几万的 不到二十万的老国币 然后他说你这些钱不够哦 不行哦 当时我在想啊 我心里面就是在想 如果他觉得这些老国币不够罚款 是不是要抓我去坐牢 然后我就补了一句 我说我没有美金 没有老国币的 但是我有人民币 给你人民币行不行 他说你人民币是多少 我说我人民币只有100块 我就把那张100块的那个人民币从我的口袋也拿出来给他嘛 他说不行太少了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太少了 我当时我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 我好害怕他因为罚款的钱太少而抓我去坐牢 我特别特别的担心 我跟我妹两个人真的是眼对眼看着怎么办 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后来我就说 我说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我们中国出门花钱 不需要带现金 不需要带人民币 只需要手机一个码支付就行了 我还特意把那个支付码给调出来给他看 我说你看 我说我们在中国只是少码就行了 不需要付人民币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后来他看我跟我妹妹两个人 左翻翻口袋 右翻翻口袋 实在是很为难的样子 然后他就 也没说啥 就看了一眼 也没说啥 就直接在一个本上签了个字 然后说 护照还给你 无人机你拿走 你们可以走了 后来嘉宁跟他的翻译过来之后告诉我 你一百块人民币都不用给他的 没事的 哪有那么夸张 但是我真的很怕 兄弟们 期不期待我后面的计划 下个视频告诉大家 我2020年的七星计划